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课堂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人格特质与人格障碍 今天我们看看人格障碍的总类有多少 DSM5中将人格障碍分为十种 这十种人格障碍又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A类、B类和C类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每个大类都包含了什么 首先是A类 包括以古怪、奇异的行为和思维为特征的三种人格障碍 分别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样人格障碍和分裂型人格障碍 那么这三种人格障碍都具有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特征 比如说不恰当或者淡漠的情感 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个体并没有和现实脱离开来 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又常常显得很古怪 反常和不恰当 所以将这三型人格障碍按照古怪奇异的行为和思维特征 划分为一大组 什么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呢 偏执型人格障碍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和猜疑 比如把他人的动机解释为恶意的 这种猜疑始于成年早期 存在于各种背景下 表现为下列症状的失调及以上就可以进行诊断 例如没有足够依据的猜疑他人在剥削 伤害或者欺骗他 不公正的怀疑朋友或者同事 对他的忠诚和信任的先占观念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在这部经典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 男主角安家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例子 我们能看出他敏感多疑 总是怀疑妻子出轨 认为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从而感到非常的愤怒 甚至对妻子实施了家暴 至于准断标准的第1、6、7条都比较符合 分裂样人格障碍 分裂样人格障碍的人 则会表现出社交关系的脱离和人际交往中 情绪表达范围受限的普遍的心理行为模式 分裂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社交和人际关系缺陷的普遍的心理行为方式 表现为对密切关系感到强烈的不舒服 和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下降 具有认知或知觉的扭曲和古怪行为 提到分裂样和分裂型人格障碍 大家不要把它们和多重人格混淆 多重人格在DSM5中的学名叫做分离性身份障碍 简称DID 是分离障碍的一种 而分裂样和分裂型人格障碍或者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个体 他们的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相似 比如说不恰当或者淡默的情感 古怪的思维或言语模式以及偏执狂 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的是 这三种人格障碍一般能在更大程度上维持自己对现实的掌控 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些人格障碍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分裂症 或者其他精神病性障碍 尤其是分裂型人格障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B类人格障碍 B类人格障碍是以戏剧化 无规律情绪化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特征 包括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表演型人格障碍 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自恋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类型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一种淡漠或侵犯他人权利的普遍心理行为 始于15岁 主要特征包括积极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受损 侵犯他人基本权利和违反主要社会规范 以及价值观的行为倾向 以及为满足失欲不折手段 专家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研究较多 在影视剧中也经常能看到这类人物的出现 并通常与犯罪行为或者反派人物有关 比如说神探夏洛克里的莫里亚地 他制造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 只是为了挑战夏洛克获得快感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 毫不手软地杀死任何触手可及的人 还有科幻经典之作《发条城》 主角阿利克斯 寻训知识无恶不作 毫无悔改之意 并且以此为乐 这些人都具有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表演型人格障碍指的是一种过度的情绪化 和寻求他人注意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 边缘型人格障碍指的是一种人际关系 自我形象和情感不稳定 以及显著冲动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 这两种人格障碍的很多特征都比较相似 表现在迅速变化的情绪和强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上 但要注意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 表演型人格障碍者 任何情境下都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 而边缘型人格障碍者 则会表现出自我毁灭 亲密关系的愤怒式破裂 和慢性的内心空虚感 表演型人格障碍仅仅想要赞美式的光怀和掩人注目 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自我怀疑和不稳定的同一性 可能在行为上表现为极度依赖他人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一种需要他人赞扬 且缺乏共情的自大的普遍心理行为方式 自恋狂自恋者 这个词就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 相传纳西索斯是一个俊美的男子 一天看见自己水中的倒影后 竟然爱上了自己 并且无法自拔 最终溺水而亡 通过这个神话 也能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征 窥见一二 浮夸就是它最明显的特征 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更重要 更优秀 系列人格障碍是按照慢性的焦虑或恐惧感 以及意图回避恐惧情境的行为为特征划分的 包括回避型人格障碍 依赖型人格障碍和强迫型人格障碍 回避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社交意志 能力不足感 和对负性评价极度敏感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 这类个体表现为低自尊 容易感到羞愧 对别人的批评感到极度焦虑 因此会尽量避免与他人交流 以减少被批评的可能 所以是一种回避型人格障碍 依赖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过度需要他人照顾 以至于产生顺从或依附行为 并害怕分离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个体 对于人际交往感到焦虑 但他们的焦虑源于 渴望得到他人关心 这样一种深层的需要 而不是担心受到批评 这类个体往往也会供病 抑郁和焦虑障碍 这通常是由人际冲突 或者关系破裂引发的 强迫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沉勉于有秩序 完美以及精神和人际关系上的控制 而牺牲灵活开放和效率的 普遍心理行为模式 就像上节课中的Jif的例子 不仅把自己安排的井然有序 还要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别人 适当的强迫措置当然是好的 有助于把事情做得更好 但要注意不能过度 过度只会变成一种病态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次课程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人格障碍的分类 特点以及诊断 人格障碍分为A B C三大类 共有10种人格障碍类型 但是大家知道很难找到完全符合 某一人格障碍的个体 因为很多人经常具有混合的人格障碍特征 以某一类型为突出表现 比较多见 更详细的资料同学可以查阅 并观看推荐的人格障碍有关的影视剧 观看后有任何感受 在讨论区留言 老师也会及时查看 给同学们做出反馈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见